今天有些个股呢 还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跟进一下 算是逆势之下的一股清流吧 先来看一下是 因为国家能源局发布了一个消息 说是光伏仍旧是国家重点支持的 清洁能源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导致了今天整个的一个板块的一个飙升 其实是在上周五召开的这个 会议国家能源局就说 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当中的 中期评估的成果座谈会 会上就说光伏还是很重要 未来还会得到更多的支持 2022年前国家会持续提供补贴 而且2019年的光伏行业相关的政策 会加速出台 那大家一听到补贴这两个字 当然盯一下 但最重要的是其实补贴这件事情 已经光伏这边倒是说过了 尤其是在国内那一边的一个情况 但是每次就是说一天 然后升完了以后又恢复到瓶颈 短期的股价的反应当然是很好 对政策的支持 因为政策在五月底的时候就打压了 这个光伏的专期量的目标就下降了很多 所以经过了这差不多半年的股价的疲弱 一旦有一些政策的利好 就可以说是政策的放松吧 其实整体来看也不是很利好的政策 如果连同期权的收紧来看 现在有点放松 股价反应是好 但是要留意几个细节 就还没有说很好 首先就缺乏一些很具体的 一些政策的过失是什么样 还有如果说补贴的基金的来源 是怎么其实也要厘清 才能够令市场比较有信心 最后对于下游的 这个光伏发点站的经营算 好像系五药 血清新能源可能就不是完全的利好 因为政策也提到 一个光伏的上网店价也会下调的 所以如果说短期应该对上游的 公司比较利好 好像保利血清3800 跟这个968是新一光人 是比较利好 新一也是升得非常好的一支个股 刚刚看到的3800 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 今天正式继续飙升的一个局 目前也是飙升了有一成九之多 但你刚刚说 如果对于上游效果感觉是OK的话 会建议大家去拨它的 进一步的反弹吗 还是其实真的 都有 不要拨了 因为其实政策的利好 暂时来看也不是很好很好 反而如果在新能源的板块 就选业绩比较好的风电会更加稳健 因为这些政策 其实如果刚才所说了 5月底那一次开始 虚传就一直就比较担心这个官府板块 现在只是正确一点放松 只是领导股价一个短期的反弹而已 好 那大家也是继续留意 至于你说到的风电股 也是很值得跟大家再来跟进一下情况 因为一方面就是真的是有业绩 在那边好像是能够支持到的 根据大和的一份报告 就说觉得说第三季度 基本上这个板块都能够有一个 不错的一个业绩的情况 而且是看到冬天快要到来 这个使用量继续恢复 而且对于那个补贴方面 应该是还是能够有继续的一个 催化的一个作用 表现非常的给予一个正面的评价 其中的就是龙元电力 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首选在 一方面就是盈利 还有现金流的情况 都是比较看好的 更何况它公布的 这个第三季度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增长 也觉得是非常的对板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今天那个股价方面 龙元稍微是有些回落 大概是2%左右的一个情况 那你觉得这个业绩 或者说这个互相之间市场 对于这个风力发电的 这个行业的一个展望 是不是第四季度 它既然说冬天到来 这个是个动力战 冬天的风比较强劲 有一点点的帮助吧 因为对煤炭的需求 就高为取暖的季节 所以连带也对一些 可再生能源的需求 也会有一个季节性的增加 但是最核心的还是 就是今年以来的风气源都比较好 还有就是各个公司的气风限电率 都明显的下降 这个也对于 这拉动他们的业绩改善 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我相信在第三季度业绩之后 现在市场还是会有一个 商调盈利预测的空间 对于整个板块 那一方面就是今天有一个回落的一个格局在 但是同样它其实并没有回落到之前的一些低位同 而且继续是在跳空的之前的这个位置 其实是能够守得住 5块9毛9是现在我看到的一个位置 你说还是有计划的一个憧憬 但是市底又是比较疲惑的一个状态 怎么操作比较好 应该在一个双声列口附近有点支持了 毕竟它就不是受到贸易战影响的板块 大市的气氛影响有点波动 但是应该不会回落到5块5 那些业绩前的地位的 所以业绩之后的双声列口 大概5块8有初步的支持了 好 大家继续留意吧 问一下那个传统的电力股好不好 包括像是华润电力 华能国电之类的这些股份 同样也是 如果从电力股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会觉得说是 刚刚说到的一些新能源的一些电力股 他们比较有些补贴的一个憧憬 还是说其实就算传统电力股 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传统电力股就没有很大的利好因素了 除了它是业务上是比较的 共用类好像防守性强一点 但是他们跟香港的电力股也不同 对 因为每一家的波动 也对他们的业绩很大的影响 今年以来每一家还是偏强 对于这些电力股就还是有点风险了 虽然这个煤家的这个高位的运行 继续是可能对于那个煤炭股还比较利好 但反而对于他们来说 继续还是一个弱势的一个状态 那反而是 那其他的说到一些新能源电力方面的一些股份 刚刚大家已经听到我们嘉宾的分析 好了 先中场休息一下 回来再来看一下A股的情况 好 帮来解决就好 不要 我要加热股的 操作 我们下来我们下来